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到第三个重点 就是说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总统 还有这一次刚刚连任之后 他的整个对外政策跟两岸关系的政策 走得非常明显 就是在紧靠美国 那希望能够争取最大的安全系数 那当然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两岸关系 这个在中美关系的这个 架构之下其实是蛮重要 有人希望能够抽离开来讨论 有人希望避免不开 会在中美关系里面来讨论台湾议题 那台海南海跟东海 是未来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三个海 那这三个海都有不同的层次的问题 跟这种微妙关系 那两岸关系现在变成把台湾推到最前沿 在整个印太战略里面 有人提到了这个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威胁从来没有一天停歇过 所以中国大陆不能靠也不可靠 那我们台湾只能靠美国 那他美国呢能不能靠得住 从阿富汗的撤军呢 又让大家很多怀疑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两岸关系 台湾的安全最大系数 怎么样在美中之间取得平衡 还是蔡英文现在所走的 这个完全这个 紧靠美国路线是对台湾最有利 我想最近这个蔡英文总统 有投稿Foreign Affair 有一篇文章 那这个大概是 自从李登辉总统之后 基本上第二位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来投稿这样的一个 Foreign Affair的这样的一个期刊 其中他的一个重点 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全世界 台湾为什么重要 台湾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在过去里面 其实台湾不管是接受了 这个中共瑞实力的入侵 或者是我们看到台湾 在这几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台湾内部有了一些讨论 或这个辩论的这个空间 也就是说台湾到底 如果这个不管是要亲美也好 或者是这个亲中也好 到底台湾的这个选择 或台湾的路径 究竟什么是对台湾 最安全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 其实不管是谁当选总统 其实四年一次的选举 其实这就是台湾人民 最好的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在过去里面 不管是马英九总统时期 或者是现在的蔡英文时期 台湾民众用他的选票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里面 他不是亲美 也不是亲中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一次疫情当下 其实我们看到 全世界民主国家的阵营 他都面临了一个选择 就是好像美国民主的制度 在防疫的当前 似乎变得有些 这个持组不前的一个情况 那更不要讲说 在去年拜登跟川普的 这个美式选举里面 也让大家看到 美国的选举制度的 这些民主上面的缺憾 但是另外的一个部分是 对于中共威权的 这些效率来讲的话 这个其实也不是 民主国家所希望能够 这个接受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蔡英文总统的 那一篇文章里面 他特别提到 台湾为什么重要 其实我觉得在过去里面 台湾并没有把自己的 这些特点 把自己的这些优势 把它给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 台湾除了亲美跟亲中之外 是不是能够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也就是说在选举 这个美式的选举不足 然后在中国的这种 威权效率不好的情况之下 那台湾的这些模式 是不是能够推展到全世界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这个欧盟的印太战略 他看到的是日本 台湾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 这个会掐到他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上面的命脉 所以台湾为什么重要 当然除了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经济上面的 一个重要之外 最重要是我们的一个 价值的一个呈现里面 这个是台湾 为什么能够面对 不管是美国的这些协助 或者是中国的这些 这个引用 也好台湾必须要走出 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蔡英文总统也好 或之前的马英九总统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自己的观察 这两位总统 大概都有一个观点 就是他们希望让台湾 整体的实力能够提升 而这个提升不是在 所谓的国企国号国歌 上面去纠缠 反而是将来如果说 当两岸走向谈判桌 或者跟美国走向谈判桌的时候 台湾有足够的底气 或实力可以站上谈判桌 而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小国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如何把自己的 这些实力给提升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 不管是购买军备也好 或者是发展前一阵子 台湾有所谓的五缺的情况 缺水缺电缺的这些部分 都要把它给补起来 这个就是为了把自己的 综合实力给提升 让将来不管是 这个被迫走向战争 或者是必须要走向谈判桌的时候 自己的底气跟实力 能够面对这些强权的时候 讲话能够更有自信心 你觉得两岸会陷入军事冲突吗 或武装冲突吗 这个吴朝鑫外交部长 最近还跟澳大利亚 希望澳大利亚能够来协助台湾 我相信就是在当前的情势之下 刚刚提的英美澳同盟 或者是跨的这几个部分 甚至于美澳 美日的这些军事同盟 对于台海周边有事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那因为不会坐视不管的 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中共当前也特别 必须要去审慎 处理这样的一个 军事同盟的一个兴起 那特别的是 我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说 台湾在面对 不管是美国的招手也好 或者是中共的这些威胁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当台湾选择 想要加入CPTPP的时候 台湾用的名字是 台澎金马关税同盟 这样的一个名字 其实在我知道 有一些老台派 他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你都已经执政了 你却要用这样的一个名词 来选择加入 所以这边呼应 我刚刚的一个说法 就是现任的这个 政府 其实他们对于国企 国号国歌并没有那么的重视 他们反而强调的是 实质的这些经贸 或者是两边的关系的 一些提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也让中共 对于有关军事的冲突的 一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点 失出无门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当台湾不涉及到改国企 改国号改国歌的时候 那中共要进行动武 就会变得比较没有正当性 所以在没有正当性的情况之下 那现在的这些 不管是军机扰台 或共船的这样的一个 绕台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都其实只是在耗费跟扰乱 这样的一个区域局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骚扰的情况 越多的时候 当然有可能会出现插枪走火的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 中共有三大法宝统战 这个武斗跟宣传的这个部分 那在武斗的部分 我认为武装斗争的一个情况 可能会呼应到这种灰色通途的一个可能 也就是说像这种军机扰台的一个部分 那他穿越台湾的这个西南空域 甚至于是穿越像日本的宫古海域的时候 其实日本的飞行员 日本的自卫队 其实也已经对于中共的这些骚扰 已经表达出他们的不难 跟他们的反弹的一个部分 所以中共的骚扰不是只骚扰台湾 他的这个骚扰是包含了这个日本在内 所以我觉得在当前 当然台海的局势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像邱泰山 这个台湾陆委会的这个主委 他也提出来 就两岸应该要谈 然后应该要循序渐进的谈 吴博士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你刚才提到就是两岸不太可能 有所谓的军事冲突 但是插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你觉得台湾人一般民众怎么样看待 这个最近或是就这一阵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解放军对台湾的 不管空域海域的一些骚扰行为 台湾人好像没什么感觉 现在我发现 我觉得就是说对台湾的民众 自从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之后 那对于中共 不管透过文工也好 甚至于武贺也好的这些行径 已经越来越加的有自信 这个自信是来自于我们看到 第一个我们看到执政团队 他在这个不管是国企国号国歌的这个变动上面来讲 其实这个是没有去触碰到 不管是美国也好 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 他们的一个底线 但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的是 在这个台湾海的这种局势的紧张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倍感压力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供机的扰台 除了在西南空域的这个骚扰之外 他也透过宫古海峡来做这些侵扰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看了几篇日本的这个报导 也听了几个日本朋友他们的一个说法 其实日本民间对于这个中共的军机在宫古海峡 或者是他们的这些这个海监船 在这个钓鱼台海域的这些出没的这样的行为 其实已经造成了这个日本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紧张 以及这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这种压力 因为我们看到供机一来我国的飞行员必须要 这个起飞伴飞 那来的价次越来越多频率也越来越大的时候 对于飞行员的这种压力 或者是说在插枪走火的时候 在这种紧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产生插枪走火的情况 这个部分跟老百姓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 这个台湾是有在做重新的 不管是编队也好 或者是重新的这些编阻 那这些当然都是希望能够让中共的这些 这个骚扰行为能够减低跟降低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看到当然现在中共的这些行为 不管是新闻媒体也好 或者是报章的一个部分 过去台湾大概只关心台湾自己内部的这些新闻 但是我们看到近期 这个一些国际的媒体 这些的报道 或者是像美国 澳洲 日本的这些官员 对于台海局势的这些关心的这些说法 其实我认为都起到对台湾民心安定的一个作用 所以就某种程度为言 你的观察就是只要台湾不要碰触到所谓的国歌 国旗跟国号的话 这个台湾是安全的 对 目前的话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局势之下 特别是英美澳同盟出现 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这个非传统安全的 跨的这个功能增加的时候 那台湾可以参加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特别是在这一场疫情当下 那其实所有的这种防疫的情况 其实台湾算是本期里面 其实民主防疫算是做得不错的一个表率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如果中共还进行更加压的这些骚扰行为的话 我想不管是这个英美澳同盟 或者是欧洲版的这个印太战略 我想对于台湾的关注 跟过去这个欧盟关注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我认为比重是有显著的提升 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的部分里面 台湾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一个角色 好 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台海的这个安全 我接下来想跟你谈一谈最近比较另外一个热门 就是台湾在2002年 这个以台澎金马特别关税领域的名义 这个加入了这个WTO 那中国大陆的早一点时间 进入在2001年年底 那这是这次 台湾也申请加入CPTPP 这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那中国也在台湾宣布之前也加入了 这个两岸在争取CPTPP 尤其对台湾而言是在2002年加入WTO 这个世贸组织之后 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参与的活动 你怎么样看待两岸在同样几乎同一个时间 来加入这样CPTPP这样的一个组织 是 我想成为我上一段节目所讲的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中国大陆也宣布申请CPTPP 这个是有出乎外界所料的一个部分 那我认为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英美澳的 这个军事同盟的出现 那所以导致这个四方会谈的这个功能 可能可以转向非传统安全 所以可以吸引到更多东协的 这些国家的这个加入 所以对中共来讲 它当然这个能用的工具就少了 第二个部分我认为是RCEP的这个功能 并不让中共能够有所满足 所以我看到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在这个时间点加入了CPTPP的申请 而台湾我们知道在过去一直就是希望 不管是蔡英文总统也好 或者是马英九总统 基本上他们都是以希望能够加入这种区域组织 作为自己的一个政见 那现在两岸都同时申请加入CPTPP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中共宣布要申请CPTPP的时候 其实也让这些CPTPP的会员国多了一个政治上面的安心 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 中共总是以这样的一个政治问题来宣传 台湾不应该加入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这种国际组织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共宣布要申请的时候 其实这一些会员国就可以利用台湾来质疑 中共有没有办法遵守这些贸易规则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不管是加拿大也好 或澳大利亚也好 其实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跟中共还仍然有一些经济上面的纠纷 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2002年的时候中共申请加入WTO 过去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透过中共加入WTO的情况 可以倒逼中共来改革 但是20年过去了中共没有不仅没有改革 或者是他改革的部分之后 他反而想要来改革这种国际上面的这些规则 所以倒逼改革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但是中共为什么要在此刻加入CPTPP里面 其实我觉得在当下其实他们就是用台湾来申请这个CPTPP来质疑中共的一个部分 这个当然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效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个我一个好朋友这个李纯 这个一个经济专家 他认为台湾在针对CPTPP的这个申请加入的这个允诺的部分 台湾已经做到百分之八十几 距离这个CPTPP的这个具体承诺的百分之九十四 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所以台湾离这个CPTPP的申请是蛮近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中国大陆跟台湾同时要申请加入CPTPP的时候 那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台湾可以加入 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 那把大家都包在这样的一个准则里面 可是中共第一个他必须要做到的是 他必须要回去把他的不管是智慧财产权也好 或者是贸易承诺上面来讲的话 是必须要有所提升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会员国并不想要让中共先进入之后 而变成了美国是不是要进入的一个筹码 或者是说这些会员国并不希望中国的加入 变成了美国是否可以加入的这样的一个筹码里面 也就是说让中美贸易战里面 CPTPP产生了角色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美国现在目前还没有申请加入CPTPP的时候 中国大陆选择要加入 那选择加入的时候 他到底是要遵守这样的一个CPTPP 还是会破坏了原本CPTPP的这样的一个和谐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包括了我们知道今年的轮值主席是日本 日本当然跟台湾还有一些辅导食品的这些争议 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日本也好或澳大利亚也好 都欢迎台湾的这个加入 可是中共并没有等到轮值主席在明年是变成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再来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中共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申请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承诺 我想这也是这些会员国 他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些承诺出来 可是到目前为止 中共并没有跟这些会员国来进行諮商 就进行递件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也让很多国家对于中共不遵守规则的这件事情 更添加了一笔 所以相较于台湾遵守这个规则去递件申请 跟中国大陆他就直接做递件申请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还是大国角力的一个部分 那尤其是今年轮值主席是日本 那日本在明年要交办给这个新加坡的时候 其实新加坡作为轮值主席 在过去里面他其实新加坡也好 或马来西亚基本上跟中国大陆是比较亲近的 那甚至于我们知道CPTPP是一票果决志 必须要所有的会员国都一致同意 你才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台湾跟中国大陆 要加入CPTPP都还有一些障碍必须要克服 所以现在只是申请的一个阶段 接下来实时进入到审查阶段的时候 我想这个可能是 接下来大家可以去观察的一个重点 我看这个两岸加入CPTPP 大概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智商 不过我有一点想请教你 就是说这个像RCEP也好 或是说现在大家想要加入的这个CPTPP 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回过头来重新加入CPTPP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地点政治改变的时候 大家纷纷又开始在做这种所谓的区域联盟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很多国家不管在RCEP里面或是CPTPP里面 现在不管是赢签约国生肖国 很多国家其实双边就有FTA了 但为什么还在加入这些团体 是不是因为有战略的考量 还是只是单纯很经贸的考量 我觉得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讲了的没错 就是说你比如说像中日韩有一个FTA 那其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FTA 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到贸易的一个增加 但是我们却看到就是说光中日韩的这样的贸易协定 就已经谈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完全签下来 那更何况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经贸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协定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观察里面 其实现在我认为像CPTPP或者像RCEP 其实它都是一个结盟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结盟工具里面 可以做到更多的这些运用 那运用里面当然 我们刚刚前面的节目有提到 像这个美英澳同盟是军事的同盟 那跨的之后是非传统安全的这种同盟 那CPTPP当然就是经贸的这种同盟 那我们知道已经有WTO有双边的协定 也有这么多的协定 关键的部分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遵守这些协定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如果没有办法 最终没有办法加入CPTPP的时候 那他会不会利用他自己的市场来惩罚这些国家 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这些国家的产品是不是能够就是说进到中国大陆里面来讲 这些关税这个绝对是一个可以谈判的这个筹码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当我们过去当走到全球化的时候 应该照理来讲各国应该把关税的壁垒这个降低 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到其实现在全世界在走一个反全球化的路程 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关税壁垒 这种双边的壁垒甚至于区域的壁垒 其实都是越来越反其道而行 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路径走了这么多年之后 却走回了反全球化的路径里面来的时候 这个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看到这种所谓全球治理 期待的这一些专家或者是政治人物 即使他们都必须要去重新思考 这样的一个全球化 最后走回反全球化的时候 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这一些协定也好 或者是贸易的这些合作 它会不会变成一种很简单的这种贸易的承诺 到最后却是处处碰壁 或者是因为国家的利益角色而就片面的就可能被终止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澳洲跟中国大陆的例子最明显 看加拿大跟这个中国大陆也很明显 看美国跟中共也很明显 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加拿大澳洲还是美国 这个其实我们会看到 我们也听过澳洲跟加拿大有贸易上面的争端 可是他们却有一种解决的机制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些解决机制在中共而言 其实看起来很像废纸一张 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南海 这个菲律宾去提到这个海牙仲裁法院的这个部分 中共却不去遵守 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里面 接下来台湾要告到WTO 有关于这个凤里释迦联屋的这个争端的部分 那所以既有的机制里面 如果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那新的机制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所以签了这么多的协定到底有没有用 这也是当初川普为什么要退出这些协定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想拜登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所以更重要的是 如何真诚的去加入这些组织 这也是我认为这个未来CPTPP的这些国家 这些会员国会去问中共的问题 就是你是不是真诚的要加入这样的一个CPTPP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想这个国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中共的改革绝对不会再只是口头上面的一个承诺而已 可能更多的要去看中共怎么做的一个部分 所以国际的压力对中共来讲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时候如果中共愿意改善跟台湾的关系 我相信这个是有助于中共在面对国际承诺里面 可以去改善的一个空间 两岸现在要加入CPTPP 那美国会不会再加入 那英国现在表达意愿了 包括东盟国家的泰国好像也有一点意愿 所以未来这个CPTPP的入会的这种旗程 这个智商的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很多时间来观察一下 不过最后呢 我想谈谈这个回到两岸关系 因为拜登总统这个曾经提过 他鼓励这个两岸能够和平解决问题 那他也这个包括G7 或者其他欧盟或日本也表达了对台海关系的关注 那这样的关注让台海这个议题又重新的这个浮出来 让大家来来讨论到底他两岸之间到底应该怎么走 那前一阵子这个大陆河南水灾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也写了一个慰问信给中国 那最近国民党党主席的改选刚刚结束 那结束这个习近平写了一个贺涵 用中共总书记的这个名义写了一个贺涵 给这个当选人朱立伦 这个吴博士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习近平这个小小的一个举动 那这个举动在目前两岸关系近乎停滞 断绝所有官方的接触的时候 又到底会起到什么样作用 我想在当前两岸关系不佳的情况之下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 那我们也看到竞争非常的激烈 原本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照乏味的一个选举 结果没想到这个因为张亚中的一个这个加入之后 反而让这场的选举变得很有看头 那这尤其是习近平的贺电 我们知道在过去里面 不管是吴尊义当主席 洪秀珠当主席 一直到这个去年这个江启臣担任主席 没有收到贺电的同时 其实我们就看到外界不断的去关心 国共的关系是不是有所改变 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贺电发来之后 其实在台湾内部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贺电 其实评价并不高 评价并不高 那评价不高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的贺电里面 是有提到了这个反台独要共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这个是过去以来从来所没有过的一个部分 那这边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 共谋统一或者是和平发展反台独 这个大概都是中共常用的这些词汇 可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的话 和平这个价值非常的重要 但是除了和平之外 包含了自由民主的这些精神 其实也都是必须要含瓜在内的 所以这场这个贺电里面 没有提到这些自由民主的这些概念 反而提到了反台独共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字眼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我们会看到在批评者的一个部分来讲 是比较这个琢磨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朱立伦当选的第一天 他就提到了要这个要设立驻美代表处 所以换句话说对国民党来讲 或者是对台湾的政党来讲的话 其实对美的关系跟对中的关系是一样重要的 那这个一样重要里面 当然在过去里面 国民党是希望做到这个亲美和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 但是怎么样子去做拿捏 这个往往我们看到 自从2019年习近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的这种所谓的芒果干 或者是亡果感的一个情况 就日渐的提升 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选举里面 其实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对于这个所谓的两岸的这些路径 或者是这些两岸的论述 在国民党的选举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主轴 那可是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并不是执政党 所以对于这个两岸的路线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最多最多就只能去监督执政党 他的一些做法而已 但是很特别的是 在这一场的这个国民党的选举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是 都是在谈两岸的路线 但是就是没有提到就是这个 对于这个这个如何赢得大选的这些政策或策略 如何能够来做更重要的提升 这个是没有看到的 反而我们看到在党内的选举里面 不断的去谈论这些两岸路线的部分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说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里面 他们认为两岸关系是重要的 两岸关系是必须要这个有一个两岸的定海神针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对于所谓的党内的民意 跟所谓的主流民意的这种落差 或者是聚合的这种可能 那我想这个接下来 台湾接下来在年底的部分 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 在今年这个月的月底 会有一场罢免这个陈伯伟的行动 那在12月份的时候 有这个反这个莱猪公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这个反莱猪的部分里面来说 或者是说 接下来台湾要进入CPTPP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开放日本福岛的这些食品 我想这个都是要寻求执政的这个执政党 或在野党 他们都必须要面对民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 对于操作莱猪议题 或者是操作日本福岛的这个产品 进入台湾 这个我想都必须要接受民意的这种选择 那除了两岸关系的议题很重要之外 我想对美的关系 对日的关系 甚至于是台海的这种定位的这个问题 这个都是接下来要寻求大卫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必须要去关注到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蔡英文去慰问这个郑州的这个水灾 的这些灾民的一个情况 那在两岸关系不好的情况之下 还必须要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个我想这个是在没有连任压力的蔡英文 政府接下来可能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更多大开大合的这种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蔡英文 已经没有任何选举的压力 那接下来台湾只有两场的选举 一场是2022 一场是2024 2022的这个地方选举的部分 对国民党来讲是充满希望 因为过去对于这种地方的选举 他们是比较有这种空间的 但是对于2024的这样的一个竞选里面 各自政党都可能必须要解决自己党内的这个人选的问题 所以面对这些路线的部分 我想不管是在野党也好 执政党也好 可能都必须要回答选民 你的亲美和中 对于这些政策来讲的话 你到底要怎么去落实 我想这个都是选民会给的一个民主的一个考验 你提到2024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两党的两岸论述 蔡英文现在当民党党主席 你觉得在他2016当选总统以来 他的两岸路线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改变 还有就民共关系 民党跟这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我的了解是民党其实有很多学者 这个尝试跟这个中国接触 但是好像在寻求 希望能够寻求一个两岸 一个新的一个论述出来 新的共识出来 有没有什么进展 就你的了解 就我的了解 因为疫情当下 这个实体的会议已经没有办法进行 那所以更多的都是线上的会议来操作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线上的会议里面 这个如果没有一定的信任感的话 其实都不太可能去操作跟实行 你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在去年 这个在广州所举办的中山论坛 那我们看到大陆所邀请的这个台湾的学者 也几乎都清一色都是以蓝颖的学者居多 那更不要讲绿颖的学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尤其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论述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能够给台湾的这个论述空间 其实是变得非常小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也是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这种内卷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能够有的这种两岸论述的创意 其实也是变得更少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不管他是说基于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开展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部分 其实哪怕是讲了这些基于这个一中的这样的一个宪法 其实都可以看到中共对于民进党 或者是现在的执政团队的不信任的一个情况是非常严重 那更不要讲 就是说在现在的两岸关系里面 对岸针对两岸关系的论述 也不是国台办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能够去做拍板的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从过去的 《告台湾同胞书》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跨远的一个转变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七党庆的时候 中共是有做了一些修饰跟转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就我所知 其实对岸跟台湾的这个蓝颖的学者 其实接触的可能还是比较多的 对于绿营的学者来讲的话 我知道并没有完全中断 但是现在都只能在这种线上的这种会议里面 来做这种两两的对谈 而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公开性的对谈的时候 来做一个加以呈现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在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对岸跟绿营的这种对话的关系 其实是渐渐的不弱 而且是渐渐的稀少 所以如何能够搭起这样的一个对话桥梁 这个我想主动权可能会落在中共的手上 所以这个我也知道对岸有很多对台的这些单位 开始有这一些的努力 但是这个努力 是不是能够先从这种两两的对谈开始 然后再去做更高层级的这种对话 我想这个二轨的部分或甚至于三轨的进行 我想这个是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一个开展 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想对于两岸的这种开展来讲的话 只能寄望在2024的这个选举之后 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 所以你认为现在北京对这个民进党 或现在台湾的执政团队的不信任 短期间也看不到任何一线曙光 我目前来讲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的一个曙光的一个部分 包括了我们知道 比如说像过去里面像有些三台会 这个其实还会邀请一些绿营的学者去参加 可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后当然就减少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去年 中共抓捕了一些这个像台湾的学者 台湾的学者比如说像施政平 像这个一些老师的部分蔡金树 那这个其实不仅是绿营的学者 在这个两岸交流产生了一些 这些禁言的这个作用之外 对于很多的蓝颖学者来讲的话 我也听过他们告诉我的分享是 这个在台湾的这种国安无法的这种威胁之下 他们干嘛去再做这些的交流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绿营学者 当然他对于这个中共的交流的部分 是产生不信任的感觉 但是蓝颖的学者在台湾有关于国安无法的 这样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运用上面 也产生不信任的关系之下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种学者之间 可以讲真话 可以做学术探讨的工件 也相对的也被压缩的一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OK 这个谢谢这个吴博士的这个分析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从这个中美之间 还有美中台的关系 也谈到了这个Quad跟这个AQUS的 这种军事同盟 也谈到未来这个全球地人政治 还有南海台海跟东海的重要性 这个谢谢吴博士 谢谢 谢谢 谢谢吴博士的精辟分析 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 继续借助您的这个专才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两岸 以及美中台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这个两岸争取加入CBTDP 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我们会继续在我们明镜专访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来共同来分析讨论 我们再一次谢谢这个吴建中博士 也谢谢所有明镜观众 收看我们今天这个明镜专访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 下次再见 谢谢你吴博士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